我目前就读的科系,心理学系 我会形容它是一门有温度的科学 因为它是由人的角度出发 去照顾到人的心理健康 身为一个心理系的学生呢 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 你一定知道我心理在想什么吗 但是呢,其实我们并没有读心的能力 我们探讨的面向呢 有动机,记忆,注意力,学习,智力,情绪 还有压力,还有认知等等的层面 那我们要怎么去观察呢 其实我们人跟其他动物相比起来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灵活的大脑可以运用 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大脑的活动情形 像是脑波的变化 或者是大脑脑区的耗氧量的情形 还有外写可以观察到的行为 再加上过去的理论去做探讨 那这些研究的方式呢 其实也是心理学由哲学走向科学化的里程碑 那台湾有心理医师吗 其实在美国是有的 那美国呢,是需要读到心理学博士的学位 就可以考取心理医师的执照 在台湾呢,需要读到硕士的学位 就可以考取心理师 所以台湾目前是没有心理医师的哦 那接下来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当一个个案到门诊求诊的时候 他会经过的一些流程 首先呢,有医师会发现临床上的问题 那他会转介给心理师 由心理师进行心理恒见 那心理恒见其实就是心理师 由测验,心理测验 还有误谈的方式来进行搜集资料 那在整理之后呢 再回答医生的问题 那如果医生判断有治疗的需求的话 会再转介给心理师 心理师呢,就会开始进行治疗 那在这中间过程中呢 也会定期的评估 直到最后终止治疗 那这边简要介绍一下心理测验 相信大家在网路上应该都有测验过心理的测验 但是呢,心理学家所运用的心理测验 与网路上大家所看到的不太一样 那心理学家呢 是透过这个客观的方式来进行行为的采样 因为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属于人的内在 比较抽象的特质 像是一个人的情绪 或是一个人的智力 他比较抽象 所以我们必须用测验的方式来收集资料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简介心理系的话 他其实就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 其实呢,我会觉得生活中处处都是心理学 因为他就是由人出发的 所以从与人交流到和自己相处 其实都是充满了心理学 那在这边呢,想要分享一个有效率的读书方式 分别有两个 分散学习跟集中学习 分散学习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少量多次的学习 集中学习呢,就是 少次多量的学习 那在这两个比较之中呢 由记忆的有效稳固来看的话 分散学习其实是对记忆最好的方式 那还有研究指出呢 如果你对这个读书的领域是发自内心的感兴趣 是热爱这个领域的话 那你读起出来会更有效率 而且记忆也会更稳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要选择自己喜欢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事情 因为当你有极高的热忱 你才会全身贯注的去投入它 那在这边呢,想要分享一个 睡眠跟记忆的一个小知识 睡眠呢,可以分成五个阶段 前面两个阶段呢,属于前年期 到第三第四的阶段 其实就慢慢进入到了深层睡眠期 最后呢,进入到REM睡眠期 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是非常放松的 但是你的脑袋呢,还是非常努力的在工作着 它会稳固你的记忆 所以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哦 那压力的因应 当我们意识到身体有压力反应的时候 像是女生的话可能身体期异常 或者是紧张的时候会觉得心跳变快 或是呼吸急促 那可以运用一些放松技巧 专注于当下的呼吸 然后把压力排解掉 那再来呢,我要介绍大一到大四的课程 大一的话呢,主要有普通心理学 还有统计学跟研究法 那普通心理学呢,它里面涵盖了很多的心理学 在大一的时候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那在未来大二、大三的时候 会把这些科别独立出来 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那统计学与研究法呢 就像前面所提到的 心理学迈向科学之后 我们必须要使用统计学 把我们经由测验所搜集到的资料来进行分析 那研究法呢 会教导你如何编制出一个好的实验 进而进行研究 再来到大二 那以下这些课程呢 就是前面的普通心理学内 所涵盖的各项的领域 那发展心理学呢 它关注的是一个新生儿到年老者 那它关注的是人的一生的发展 随着年龄的变化 它的心理历程又有怎样的改变 这是发展心理学所关注的 那人格心理学呢 其中有许多的学派 有不同的学派的角度 去解释人类的行为 其实在人类 人格心理学呢 你可以看到很有趣的事情是 有些学者他会认为人性本善 但是有些却认为人性本恶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 阅读人格心理学 这本教科书 你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去观看 那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知觉心理学的话呢 我们会以感觉来接受外在的刺激 那知觉呢 是属于我们怎么诠释 我们要怎么解释 这样子的外在刺激 这是知觉心理学所关心的 那认知心理学呢 它所关注的是人类比较高阶的功能 像是思考 判断 记忆 还有学习 这些都是认知心理学所关心的 变态心理学呢 里面有介绍了许多心理相关的疾病 还有一些鉴别诊断 还有造成这个疾病的病因 还有危险 可能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危险因子 然后再到最后适合这个疾病的治疗方式 这些都涵盖在变态心理学里面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社会心理学 他好奇的是 人的行为在社会情境之下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就是社会的情境会如何去影响一个人的行为 就像是如果一群人一窝蜂的想要抢购某项商品 那社会心理学家就会去探讨 嗯 这是不是我们所说的从众行为呢 那大二的课程还有心理测验学 还有心理测验实物 那像刚刚前面提到的心理测验 这边的心理测验学呢 就是要去保障我们编制出来的心理测验 它是可以信任的 并且呢也能够有效的测量到我们想要测量的东西 那心理测验实物呢 就是我们必须实际的去编制出一个量表 然后实际是施测 再进行统计分析 再来就到大三了 大三呢会有神经解剖与生理学 那在这边它所着重于的是大脑神经 还有内分泌的这些结构 还有它的功能 那如果它的功能异常会导致怎么样的心理疾病 这些都是生理学所关心的 那资商理论与技术呢 里面会透过不同的学派 然后进行资商 那老师也会透过小组分组的方式进行演练 那我们也可以实际演练一下资商的技术 再来呢是临床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呢 着重于临床的横见 还有临床上的心理治疗 以及要如何预防 这些都是临床心理学所着重的观点 再来呢就进入到大四 大四其实已经没有必修课程了 那这些课程都是我有修过的课程 首先呢是临床神经心理学 它要关心的呢也是大脑的结构 以及神经的一些功能 那如果异常的话跟一些心理相关的疾病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再来呢还有儿童游戏治疗 以及临床心理学实物 这两门课程呢我在后面都会有更深入的介绍 那临床心理学实物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见习的机会 那以上呢说明了大一到大四 我们必须学的课程内容 在这边呢帮大家整理一下 如果想要读心理系 我们会运用到的哪些专业知识 还有哪些能力 首先呢是生物方面的知识 像是知觉认知 还有神经解剖与生理学 它都会需要生物上的知识 再来呢是逻辑 像是统计学 测验学 还有研究法 都是需要经由逻辑去推论的 那其实不用担心 会有很大量的数学运算 其实只要逻辑清晰 都是可以很容易读懂的 再来呢还有理论的部分 像刚刚前面提到的发展 人格 变态 还有社会心理学 以及资商理论与技术 这些都是属于偏理论的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